里面的应该是哪呢 是他吗 对不对 我刚刚去你店里了 你店里说你在窗户 然后你看昨天跟你说那个事情 你怎么想的 什么我怎么想的 你们每天过来有意思吗 我现在手里一点现金也没有 我们家所有的钱 小龙拍拍屁股走了 一分钱还没留给我 不是 我们过来找你 你看小龙龙他一直念你旧情 然后又说没有走其他手手续 然后现在就说我们好上场量 就跟你说这个事 看我们就说能不能有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你这样子的话 我就就是 问题你 问题你找我也没用 我一个女的能有什么办法 你要是在这个态度的情况下 对面咱们都没必要再聊下去了 行吗 让你走 我们走 不过来谈了 小朋友等一下 怎么了 那要不然就这样吧 我不为他考虑为我的孩子考虑一下 你看这么多货你们拉走 拉走一点 然后你们看怎么怎么办 现在我也只能这样了 只剩这些货了 不是 你就这些货 就是我拉走 全部拉走也不够我的钱呀 再说了 二楼还有一点 二楼还有一点 关键是这些东西我也不懂呀 那现在只能这样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后来我们说 要不这样啊 怎么了你说吗 你看他不刚才不是说抵货吗 嗯 就让我们拉他的货 而且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懂呀 这 看他现在也没有现金 然后我这边刚好认识董堂的朋友 我可以让他们过来 就是看一下这些货大概足够钱 就是这些货行不行 然后我们想办法去处理一下 因为我感觉现在去找他要现金 肯定也就要不过来 你你感觉 我这边有朋友 刚好是做这个的 那要不你让你朋友过来看一下吧 是吗 嗯 要不然我们会过去跟他说一下 然后先就这么定 行 看值多少钱是吧 然后 看一下这货就是能不能行 再说吧 如果货不好 我们要他也没有用 对 因为这些东西 哎呀 放你先跟他说一下吧 嗯 那个要不然这样子 刚才我跟小朋友我们两个商量了 就是说我让我朋友过来 看一下你这些货 如果是可以的话 就是我们看就是拉 拉走一些能抵的多少钱 到时候再给你细说 那行吧 那你们看着办吧 好吧 那要不然我们就 我们就先走吧 行行行行 小龙总 啊 要不然你就先回去 然后我去找个朋友 先把这个事情落实掉 然后到时候我给你发消息 行行行 我先去忙这个事 行 麻烦你了啊 没事 你再慢一点啊 好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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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